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管申请也要不回来 所以只能是开心的 我看油管上有一些人在帮我推荐 非常感谢 尤其是五月散人先生 我曾经在直播的时候骂过的非常不好意思 结果他确实是比我有度量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的格局不够 这说的也是实话 我确实是这方面很不好 所以对此表示感谢了 也就不多说了 今天谈的一个简单就聊几句吧 因为毕竟是我开播的第一期节目 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最近这段时间呢 不断的在我的平台上发节目 我发的呢都是老的节目 都是存的 是不分吧 还有一部分呢 我没有存 那就是永远的就没有办法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好像有一个网站叫奥特赛 那个网站 那个网站应该同步了我以前的油管的节目 如果想看老节目可以去奥特赛上去搜 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谈一谈什么话题呢 就简单聊几句吧 因为这两天是中国的国庆 以前呢我一般称之为国商 这个词呢就是很符合这个民主小清新的这种趣味 因为我过去呢也一直是民主小清新 随着这个对很多问题展开和深入 慢慢的就不再这样想问题 因为我们聊中国的问题 聊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无非就是观念民情 人的脑子里边出了问题 我今天写了一段文字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 发生那么多问题 看到董志明这样的人拿铁链的去摔女人 看到这个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 去调戏妇女并把她打残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你都不要去问上帝为什么不显灵 你为什么不要去问上帝为什么不干涉 另外就是像那个习近平这样的蠢货这种胖子 居然能够垄断一个国家的权力如此之长久 你要怪能怪什么 你要怪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上 人们如此的残忍无情 对他人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生命上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所以这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社会最大的毛病是这种观念上的偏差 有人翻墙出来就讲说实际上墙内清醒的很多 事实上这种清醒的在我看来并不是很多 如果哪天习近平要丧心病狂的时候把这个所有反共的人都给我杀光 你会发现就是说真正符合那种反共标准的人被能被杀的全中国没有多少数量非常有限 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无知无耻 甚至是他没有罪恶感 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他没有罪恶感 包括就是说你像董志明他如果他有罪恶感的话 他怎么可能拴了女人生孩子生了八孩子以后 他还去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他不知道自己干的那个事是非常邪恶的 事实上你不要以为一个最草根的董志明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有几个人不是董志明 我今天就谈到一个话题有一个有一个网友就说 他经常不是经常他前几天可能才去的中国 他说中国国内的人有很多人纷纷表达不满 我说那又怎样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表达不满的人 他们也没有对自己的这些罪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非常多的官员文人精英等等 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这个国家他就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他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些官员 这些从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 他就是事实上的恐怖分子 如果你觉得他和塔利班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塔利班恐怖分子多少是真诚的 是带有信仰的特征 而中国的这种恐怖分子 他是没有善恶观念的 没有信仰的 他仅仅是实用主义的 他围了一口饭吃 他就可以去干丧尽天良的事情 董志明不知道拴女人是罪恶 你以为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就知道吗 当朱晨虎说西安以西可以被核武器炸掉 也要跟美国死磕 你觉得这样的人他是正常的人类吗 换句话来讲 我不相信像朱晨虎啊 戴旭戴九日 就这些人吧 什么金正南啊 就这些人 名字我都叫不起 反正就这些中国的中国产的这些垃圾 包括什么李龟头是吧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中国这个从49年之后 杀了多少人 也不可能不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 中国历史上并不特殊的一个皇帝政权 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是建立在一场又一场 对普通人的这种摧残杀戮迫害 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表示沉默 或者是不太注意这个事情 更多的解释说他们是害怕来自统治者的暴力威胁 我从来不这么看 在我看来他们是真的 是不知道那些是罪恶的 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不正确的 我先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南太平洋岛上的一个酋长和一个欧洲来的探险家聊天 欧洲这个探险家呢就说呀 我们欧洲人那个疑似大战导致了太多的这个死亡 死了一千多万人 战争非常之残酷 然后这个南太平洋岛屿上这个酋长就觉得特别诧异 说你们杀那么多人你们吃的完吗 你们这个是吧 欧洲人简直是太残忍了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偏差的一个例子 放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的 你想那些在纽约的街头上去唱红歌 跳钟自舞 扯着大面国旗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是有为美国的自由精神 或者是有为美国社会的这种工序良俗的吗 他当然不知道 如果他要知道的话 他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能力的话 他至少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也许只有极少数人的默默乎乎知道这样做 可能是不对的 但是呢 在利益金钱的这种诱惑家 他们可能也就无所谓的就这么做了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最恐怖的是什么 最恐怖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他没有善恶观念 再回到刚才来讲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高级的官员 他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 而他们做这个国家的官员呢 就是恐怖分子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而那些从体制内好像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的那些人呢 他也没有对他曾经所干的那些 是吧 罪恶滔天的事情 有所反省和忏悔 对公众有一个清晰的这种思想上的表达 比方说那些像邓宇文这样的党校教师啦 比如丧家到美国的这个乔木啦 还有比如那些是吧 各种各样的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啦 我觉得一个族群 他没有学会忏悔 没有学会反省 对自己的这种过往 没有一个恰当的认识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群体是没有希望的 呃 头号的这个战犯也罢 或者是刽子手也罢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 呃 那些帮凶都是些什么人 那些帮凶可能就是今天 在纽约街头唱红歌跳红 那个红舞是吧 举着五星红旗的那些人 呃 也许是他们的父母那一辈 也许就是他们的本人 所以 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他的脑子里边没有一个恰当的清晰的善恶观念 他在不断的去干坏事 那么这样的一个悲剧 他怎么可能停止下来呢 他不会的 他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假设 说这 中国人很OK的 中国人非常棒 他们只缺一个民主制度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个群体 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 在做道德上的反省 那么 天火和硫磺 肯定是他们应得的奖赏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 去设想 该如何去对待这么庞大的一个 没有任何善恶是非的这么一个群体 不知道 有些事情要交给历史 交给上帝 交给 超验的绝对的主宰 而我们本人 只能 就我本人来讲 只能是 在文明的社会 认认真真的 一天一天的去跟正常人类去学习 去反省 让自己 能够 脱离罪的下制 也无非如此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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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